所以您刚刚提到 Facebook之所以引起了全球监管者的注意 第一它有大量的用户 如果一旦它创造了一种支付手段 让全球所有人都能够参与使用的话 那么大家自然改变了自己的支付方式 那么大家不再用自己本国的货币 而用Facebook发出来的货币 这是对全球的金融监管都是一个很大挑战 第二就是从支付手段可以衍生出很多的应用 包括您刚刚提到贷款融资还有投资 如果都用这种基础性货币的话 那么它就相当于吸卷了整个金融世界 是的 那我们如果是 那您怎么看待Facebook 它还是从美国主导的 那么各国的央行是不是对它来说 都还是比较敌视的 就是都不是很愿意它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货币 所以未来它如果即使得到美国的认可 那如果全球的其他国家对它不认可 它有没有可能阻止它使用呢 现在当然美国会不会批准它 我们还值得观察 这个我自己觉得中央银行对它有戒心是肯定的 因为它实际上它这个建约了中央银行的威权 因为它这种数字货币如果这一旦推出 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数字货币的话 那中央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 或者叫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它的地位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各个国家的货币主权会受到根本性的冲击 所以我自己觉得各国中央银行对此抱有戒心是肯定的 那但是的话这个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打动西方政府的 我一直在觉得其实这个Libra这东西推出来以后 到底能不能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 关键还是在于美国 尽管它不在美国注册 但关键在美国 然后应该是2019年的10月份的哪一天 10月23号还是哪一天 在美国的众议院的基隆委员会 召开了一个咨询会议 这个咨询会议有六个小时 那议员们提出了很多问题 那这次会议的话是 脸书的CEO在伯格亲自出席的 那他在会上说了几个观点 其中有两个观点是很特别的 第一的话就是说 现在美国在很多方面 在金融基础设施 特别在支付基础设施方面 已经不再有全球领先的地位了 第二他说 中国现在在支付基础设施方面 已经领先于美国的 所以他的一个话语就是 如果说你美国希望要保持 在全球的金融霸权地位 那你就应该批准 这个脸书的这个Libra 就批准这个Libra 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支付基础设施 它是这么一个逻辑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说美国他想保持 他的全球的货币霸权的地位的话 他还真是有可能 对Libra基于附加条件的 这种行政许可的 这附加的条件 第一他会要求说 你在Libra你所锚定的货币里头 你提高美元的比重 从现在他们设计的百分之四十几 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几 到百分之七十 以适应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 这么一个地位 第二的话 他也会对Libra提出一些 管控方面的要求 合规方面的要求 比如说你要满足防洗钱 防控融资 防讨税 这样一些所有的这种法律规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Libra就可能就能够在美国运行 如果说美国批准 我认为西方国家有可能会跟进的 有可能跟进 因为其实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 他们都关注到中国的微信支付 中国的支付宝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率的 也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支付工具 那只是我们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跟着Libra不同的是 设计中的Libra它本身是一种货币 然后我们的微信支付支付宝 它本身并不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 它仅仅只是一个支付工具 只是个支付工具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自己觉得我们也很难观察 很难判断美国人 美国这些政客 美国的政府到底会采取什么措施 但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来说 我们可能很重要的是 我们还是必须研究 有中国主导的全球性货币的 全球性数字货币 就中国我们必须要研究 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 它的可行的方案 以及它的发行的路径 或者说实现这个方案的路径 我们中国的话毕竟是个大国 而且我们在支付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 已经取得了领先于全球的 这样一些优势的地位 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 然后我们也正在全球推进 我们的一带一路的这种战略 这一带一路的战略 有利于中国更多的 它还是有利于一带一路 原先国家的 它的发展和它的人民的福利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能够推出 我们中国主导的这种 全球性的数字货币 我自己觉得 对于我们实施 一带一路的战略 也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而且对于我们人民币的国际化 也是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那我们总结一下 刚刚说这个关于区块链的发展 那么我总结一下 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区块链目前 它的瓶颈还是说公链 它的性能不够高 那么大家在这方面投入 应该多一点 把公链的技术瓶颈给它突破 那么在寻求运用场景的时候 找到能够应用现有的技术 但是对于发散性的 比较多的机构 或者相关的人物 它可能连在一起 需要连在一起 而进行一些业务场景 发现这样的场景 能够运用我们现有的技术 可不可以这么总结呢 就是对未来的 对未来我是觉得 应该是这样来考虑吧 第一的话就是 区块链本身的底层技术 包括组件底层技术 和它特有的底层技术 比如说加密上法 P2P对等网络 共识机制 智能合约 这种底层技术的话 要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能够成熟 然后让这些底层技术 能够满足于超大规模 或者叫规模化 可靠应用的需求 这个是底层技术本身 这个可能需要关注的 那就是说 这个底层技术是应用于 你刚才提到的公有区块链 还是联盟区块链 这可以进一步再研讨 就目前来说 可能联盟区块链的优势 比公有区块链 可能还更大一点 但未来可能底层技术 如果真正有突破 也许公有区块链 也能够做得很好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我自己觉得 区块链技术 它不可能独目成零 它必须跟大数据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云计算技术 要有机的融合和集成 然后我们希望说 能够形成一个 就是说区块链技术 其他的技术 还有现有的大中心化的 性科系统之间 它能够实现一个五份的链接 这样能够打造一个 能够服务于全社会 更多的能够服务于全社会 也能够废集更多的企业 更多的人穷的 这样一个金融基础设施 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我自己觉得 我们可能在法律上 在制度建设方面 必须要跟进 比如说我们关于数字化 技术的标准 数字金融的标准建设 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进步推进 我们的一些法律 也应该进步在往上 进步在改进 我们现在也法律里头 可能关于跟区块链有关的一些法律的话 现在还缺乏明确的定义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是有效的吗 目前法律上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 数字资产是一种资产吗 目前好像也没有明确的具体的定义 所以我就说 我们可能在法律制度的建设方面 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往前走 当然刚开始 我们不一定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 关于数字金融的这么一个法律体系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一个的 来明确一些跟数字金融有关的 这种法律定义 来推进我们技术的成长和进步 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都要对我们的这个法律去 我们的建设 我们的建设 我们的建设